整個改善曹豚町來的天橋 他用給人比較雜然的印象 工作除了中心優勢 也跟技術創作者來合作 基督蔡尾空襲來替天橋多重新的面貌 包括嚴峰、九宮各小頂戶近的天橋 目前大家有四座天橋 都樂修在進行創作 希望可以和曹豚町競加千萬活力 也增加分化氣質 在車中來用嘉賓環的天橋旁 老師也不可以在做裁衛創作 有時候要再背推、背上背樓 用到項目豐富的色彩 讓天橋可以典現到不一樣的面貌 從而進行創作 希望加進到結束完成 改變到過去天橋讓人更加深的印象 改變到有時間比較久 就卡一項的汙垢 這個汙垢對我們說 可以說影響到我們都市的景觀 很難看 所以我們說說 我就請當然 是不是請人來做所謂的粉刷 粉刷之後 我們感覺說 單一的設則 那是不是比較比較單調 所以是不是請一些老師 來幫我們設計 為了改善公共歇市的景觀 增加到渡市的活力 光說他幾天結束創作價合作 約了少少 為了附近的天橋來做裁衛 他就不一樣的主題來表現 水就是財 不要外流 魚 魚跟水裡面好像就是財 聚財 不要往外流 看看能不能說 炒成人嘛 多賺一些錢 存得起來 那個 還有那個 雁峰國小那邊 就是畫一個長頸路 跟那個恐龍對不對 長頸路代表長壽 健康 農代表吉祥 一些景觀 讓小孩去認識植物 或者是一些動物的形態等等 當然這個彩繪之後 有很多人反應說 讓我們的都市 更具有文化的氣息 還有一些動物作品 相當欠到大家的主意 結果這麼特別意義存在 目前來有四座的天橋在在菜圍當中 等過以來 超燈町公社 才用心來推動到環境的經驗 做到美化的工作 這邊來為天橋做菜圍 也希望鄉親可以到達人來為何 由超燈町來增加到加勢的活力 記者 女星 彩虹博多